这个妹子有一个神奇的茶壶 只要她伤害自己 茶壶就会变出现金 小美都懵了 不信邪的又套了一下 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善终 尽管知道了茶壶很危险 可小美仍旧不愿意放弃 此时的她内心已经有了贪念 这是一个神奇的茶壶 只要有人受伤 她就会不停地吐钱 小美为了成为有钱人 一次次伤害自己 可渐渐地 茶壶好像不再满足这点小伤小痛 吐出来的钱也越来越少 为了继续奢靡的生活 小美只能加大了对自己的伤害 甚至在滑雪时 故意摔断了腿 很快她明白过来 原来使别人伤心也能让茶壶吐钱 于是她在马路上对着小强大骂 这招果然好使 茶壶中再次吐出了钱 她把钱递给小强 可小强却高兴不起来 她已经意识到 现在的小美已经彻底被欲望支配 夫妻两人正在对骂 恶毒的话语深深地伤害着对方 与此同时 桌上的茶壶不停地喷出钞票 随着两人越说越过分 茶壶中的钱也越喷越多 通过这种手段 两人又得到了不少钱 可回到家之后 小美后悔了 她不想再伤害自己亲近的人 突然间 小美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外面有那么多的流浪汉和社会败累 只要杀掉其中一个 两人就能狠狠地赚上一笔 小强一边挖坑 一边和小美争吵 小强明白小美已经走火入魔 只好找到教授求助 但教授却摇摇头说已经太晚了 除非小美主动放弃 否则茶壶将会彻底毁掉她 这天晚上 小强抱着茶壶坐在窗边 她想要以自己跳楼来威胁小美放弃 小美满口答应 可她的眼神却死死盯着茶壶 小强绝望了 还需要亲一� inconvenience 五分钟 掉aram 小强